美國聯準會宣布暫停升息 央行也在下午的時候做出決議 李建市全體同意維持不變 連二動 而另外呢 也再度下輸了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到百分之一點四六 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 出口不是很好 全球的最終需求不是我們想像 不過經濟成長 明年會更好 第三季中央銀行李建市會議 二十一號下午登場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討論 李建市全體同意維持利率不變 連二動 重建新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以及短期融通利率 分別維持在百分之一點八七五 百分之二點二五 和百分之四點一二五 也讓各界關心 這一次的升息循環 是否已經進入尾聲 上半年下半年 CPI跟核心CPI都下來 明年都下來 S&P對我們的一個projection 也說明年我們會到二%以下 但是呢 我們的理事啊 有幾位理事也還是 還是覺得我們還是要關注他 這回央行也下修今年全年 經濟成長率從百分之一 點七二降到百分之一 點四六 不過楊金龍表示 經濟成長第四季會好一點 明年會更好 明年經濟成長率 預估只為百分之三點零八 實際的資料呢 顯示說 這個全球的最終需求 存後調整在今年第二季的時候 就會調整好 結果沒有 我們才會一直下修 AI呢 我們台灣呢 在AI七八月的時候 它出口是 是轉正的 出口的動能就開始有 在向上的一個趨勢 美國聯準會也宣布維持 關鍵利率不變 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 維持在百分之五點二五 到百分之五點五 但聯準會主席鮑爾強調 今年是否會再升息 並無定論 還是得依後續的數據 來做決定 不過會中多數官員認為 可能需要進一步調高利率 但也有官員主張升息循環 至於物價方面 央行預估二零二三年CPI年增率 為百分之二點二二 核心CPI為百分之二點四四 二零二四年通膨渴望回降 另外這一次央行並未再調整 房市管控的措施 但強調未來將持續 檢視不動產貸款情形 與房地產市場發展情勢 以及管制措施之執行成效 適時調整相關的措施 接著我由陳新龍推報導 請下午連顧 幻丈 相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